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星期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有一个障碍的说法 说这个老年人过六十六 要吃闺女的一刀肉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就去找个老年人来了解一下吧 来爷 你老年人今天坐哪儿去了 起着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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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粒都吃完了 肉粒都吃完了 这为什么你要在农村这六十六 必须吃闺女的一刀肉 七十三还是吃鱼 就是有什么愿意 有什么说法吧 还不就是想多活斤啊 就想多活斤啊 对 你说这个可能说是六十六跟七十三 是人总的两刀坎 对对 是吧 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接着他自己 管口呀 嗯 吃了肉都过去了 吃了里面都是有传过去了 唱过去了 就是在一天不是有那个鲤鱼跳龙面吗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感觉有这么一个意思 是啊 你老人家也在语也欣赏嘛 就接着这个七十三 六十六 接着比起来 人一到了六十六以后啊 成天都逐渐地摔着了 是 或者七十四就才摔着的 是 去那边摔着 每年不是人过七十五来洗 是 水饺都嘛都睡过去了 就睡过去了 我姐姐有这么个说法 应该六十六个七十三就是 有这么一个就是像以前啊 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就找这么一个岁数 像六十六七十三这两个岁数 然后孩子们给你买点好吃的 买点好吃的 过了 这会不就老人家的这种方法 对对对 也算是孝顺老人家 自己跟父母一对话吧 原来说 是吧 现在吧 我稍贵的 拼了仓的都省话都忘了 就备好了 刚才经过和大家聊天 大爷告诉我们 主要是 这个六十六和七十三啊 是两道坎儿 孩子们呢 希望老人呢 活的时间长一些 能闯过去 其实要我说啊 也就是孩子们想 接着让人由头 来孝顺自己的父母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